我现在在江西庐山 到庐山首先要参观一下最有名的这个别墅 美庐别墅 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别墅 而且毛主席也住过 进去看一下 进来了 这个就是别墅了 这个最早是英国人盖的 后来又转收给宋美龄了 这个美庐别墅的名字是蒋介石起的 因为宋美龄名字里面有一个美 这个是庐山嘛 所以改名叫美庐别墅 一个二层的英国风格的小别墅 全是用石头盖成的 看看它四周围的环境 山后面很多竹子树 它这周围有非常多的树 古树参天 环境很好 很清幽 我甚至觉得这个别墅里面 树木有点太多了 遮天蔽日啊 都有点阴冷了现在 现在是十月底的天气 夏天还好点 肯定凉快 但是秋天和冬天 这上面就有点冷 你看这个石头上刻的美庐两个字 这是蒋介石写的啊 中正题 毛主席也来过这边 来过三次 他第一次59年来的时候 就住在这个别墅里 当时这边的工作人员 趁毛主席出去的时候 就打算把这个题字啊 给凿掉 后来被毛主席发现了 就制止了他们了 毛主席说你们可以把字凿掉 但是能把这段历史凿掉吗 然后说 这就是历史 不因为打掉了 就没有美炉了 所以他就保留下来了 可以看上面很多那个凿的痕迹 现在去他那个别墅里面看一下 一楼是宋美林住的地方 二楼是蒋介石住的地方 他们俩是分开住的 最下面其实也有一层啊 当做库房 杂货库使用了 蒋介石第一次来庐山 是让人抬滑杆抬上来的 不是他爬上来的 进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客厅了 毛主席当时来的时候 在这里说了句 委员长久违了 看这里 看这个上面用家粗的红字写着 美炉是唯一一众 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都住过的地方 这个地方级别很高吧 这是毛主席当时在庐山拍的一些照片 以前这个客厅是开会的地方 这是会客厅嘛 蒋介石在这里经常召见这些 他们那个党国要员啊 接见这些外国使者和记者 然后之前周恩来也在这里和蒋介石 这个开过会 然后里边这个是卧室 就是宋美龄的卧室了 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摆设 陈列还有这些家具 都是原物 很难得啊 沙发 梳妆镜 床 窗帘 那边的衣柜 都是原物 而且是按原来的这个位置摆放的 宋美龄最喜欢弹钢琴 这也有钢琴 还有一个躺着的沙发 房间里一共是四面窗户 床在正中间 他这是在一楼 其实这个房间住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阴冷潮湿的 现在我站在这里面 反正有一点这个感觉 当时肯定有这些 取暖设施呢 有暖气之类的 不然的话 住起来很不舒服 墙上挂了两幅画 这边是他们在庐山拍的照片 这边是他俩的结婚照 卧室旁边就是卫生间 看看卫生间是啥样 一个大浴缸 洗手池 这边是蹲坑 还有马桶 蹲坑也是抽水的 宋美龄喜欢泡澡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他要泡个澡 我之前参观过 蒋介石和宋美龄 他们很多的别墅 每一个别墅里面 都有浴缸 说明这个宋美龄 真是特别喜欢泡澡啊 这边又是一间房 放着宋美龄使用过的钢琴 宋美龄是琴棋书画 她都会的 这边是挂的宋美龄画的画 然后这里有一个冰箱啊 这个冰箱呢 是用煤油制冷的 看看人家193几年就用上冰箱了 用煤油制冷的 你看那时候的冰箱又大又笨 一点都不好看啊 但是实用啊 一般人都用不上 再去下一个房间看一下 她这别墅现在设计的是单向通行的 这里就是刚才进来的那个阳台 继续往前面走 这边是一个走廊 这边还有两三个房间 现在都是一些展览 从这个窗户口 咱们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树木茂盛 然后二楼现在不开放啊 二楼是蒋介石的那个房间 游客还是挺多的 房间里都是一些展览 就是蒋介石在这个庐山的一些世纪展览 还有国共合作的一些事情 这边有宋美龄的照片啊 彩色照片 你看当时蒋介石和宋美龄 他俩在庐山上 像个小老头一样 戴着这种帽子 坐在这里看着远方 煮着拐棍 像不像个小老头 这个房间展示的是 毛主席在庐山写的诗 还有他在这边用过的物品 比如说这边的茶杯 茶缸 还有用过的毛笔 雁台 毛主席喜欢听的唱片和录音带 这边是毛主席手写的诗词 下面是琵琶行 大家看一下毛主席的字怎么样 这是真迹吗 写得很密 密密密麻麻的 琵琶行本来就是很长的一首诗 参观完了 我以为这个别墅很大呢 其实没有 五分钟就转完了 毛主席一共来了三次 五九年 六一年 七零年 在这边开了重要的庐山会议 参观完要出去了 这个是蒋介石的侍卫室 相当于保安室吧 现在是改成这个书画室了 可以现场作画 从前面就出去了 看现在秋天的叶子都黄了 黄色的叶子 红色的房顶 绿色的草地 蓝色的窗户 特别漂亮 在别墅门口有一个参天大树 金钱松 你看它在上面的时候是分叉的 它在下面的时候是连到一起的 很神奇啊 也叫做情侣松 下面是连体的 好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拜拜